人间烦恼须幻念 菩提唤醒众生意 破除无名莲花线 摸合波炎波罗蜜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 荣天护法 各位嘉宾 媒体的朋友们 即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义工们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伟大的 释迦摩尼佛的圣诞日 在这里我们感恩伟大的佛陀给人间带来了这么好的佛法 我们缅怀它 让我们一定在人间将佛法弘扬和传承 让我们伟大的佛法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知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传承我们的佛学精髓 美丽的西班牌 美丽的西班牙热情好客 他们的民族是非常的欢乐 池民世界的斗牛市和中世纪的美丽的古建筑相得一章 我们能来到西班牙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传承佛教精髓 让更多的人来理解佛法 以慈悲待人 以开悟未解脱 放下昨天的烦恼 消除忧郁 破迷开悟 那是我们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和全世界佛友们的努力精进 感恩你们 我看过一篇报道 上面写着 精神疾病影响了西班牙百万的年轻人 现在全世界有忧郁症三亿五千万人 因为想不通到最后自杀的人 每年有一百万人 因忧郁症自杀 社会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现在连我们出外旅行都担心 各种交通工具 对我们带来的伤害 所以 心理产生了很多不正常的思维 造成了自身的精神的压力 在澳大利亚 一位父亲 因为想不通 开着自己的四轮驱动车 带着两个孩子 一个五岁 还有一个九岁 直接将车开进海里 几分钟之后 一家全部被淹死 现代人想不通 红尘人生 每个人的欲望 已经代替了希望 所以 你争我斗 伤害了别人 跟伤害了自己 佛经上说 人因为有自我 就是想的自己的太多 便产生了痛苦 我们现在夫妻吵架 也就是因为 妻子认为她有道理 先生以为她有道理 所以就产生了自我观点的不和 才会产生的烦恼和欲望 所以过去的绝对不能再让她留在自己的心里 未来的我们一定要去努力争取 所以好坏顺利在人间 其实都是一种暂时的需求 人一直活在追求和欲望当中 所以人的幸福不是因为你拥有的多少 而是要懂得知足 你才能快乐 平平安安过一天 就是有福之人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各种癌症疾病 天灾人祸 车祸 据统计 全世界每一天 有将近二十五万人左右死亡 所以世事无常 有生就有灭 有烦恼的人 因为一天到晚看到别人的过失与缺点 所以学博人好好地控制好心态 不要让别人控制你的情绪 如果你不给自己增加烦恼 别人不可能给你烦恼 学博人要懂得 这个世界上原本就不是属于你的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我们本来就是为我所用 但是并非你所拥有 放下执着 一切要看空 一切随缘 这就是佛法讲的 看开放下 有一个禅师 他有两个弟子 和一段时间之后 这两个弟子经常争吵 经常不合 彼此产生了隔阂 中间老在庙里 隐藏着一种阴影 有一天 这个禅师为了教育这两个弟子 他把他们两个找过来 对着一道阴影 太阳的阴影 他又是用火烧 用水泼 又是用土埋 又是找来风扇 对着这个阴影拼命的去吹 做完这一番之后 禅师问了这两个弟子说 这一道阴影被火烧毁了吗 没有 被水淹没了吗 没有 被土掩埋了吗 也没有 被风吹走了吗 也没有 这时禅师拿出一个手电筒 对着阴影照去 顿时阴影消失全无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阴影也是如此 我们消除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最好的办法不是施暴 也不是打击他 也不是要了报复 而是要用内心的光去包容他 去照亮他 这样才能真正的消除 我们人和人之间 彼此的隔阂和心中的阴暗面 学会包容别人 包容别人的缺点 就是你内心自我的原论 一个人不能原谅别人 给自己造成的伤害 那是最大的 你能够包容别人 你的心会过得非常的舒服 如果你一直想改变别人 你一定活着很痛苦 记住 想改变别人 不如先改变自己 不宽恕别人 不原谅别人 你是苦了自己 人之所以痛苦 是我们经常在追求一些错误的东西 和不能长久 不能永远拥有的东西 所以人要学会 我们急着成长 但我们又叹息失去的童年 我们年轻的时候拼命的挣钱 但是把身体泪垮了 年轻人 年长之后 我们又拼命的拿钱去补身体 想恢复健康 我们担心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 但我们又不珍惜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天天我们不知想干什么的活着 我们既不活在当下 又没有活在未来 我们感觉自己永远不会死亡一样 拼命的去做呀 临死前我们又仿佛自己从来没有活过一样 所以人只有开悟明白佛法的真谛 那就是人间一切苦空无常 懂得无常我们就不去争不去强 能够有包容的心 那才是学佛人的心态呀 有一个人到佛陀面前他去哭诉 他说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 佛陀跟他讲 这是因为你没有学会布施啊 这个人说佛陀我是一个穷人啊 我怎么布施啊 佛陀跟他讲 一个人即使没有钱 也可以给予别人七件事情的布施 第一个叫言诗 就是你的面容不失微笑 让别人看到你就感觉到很温暖 第二叫言诗 语言不失 把别人说得非常的鼓励的话 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对他的温暖 第三叫心诗 用自己的心畅开心肺 诚恳待人 帮助别人 让人家感受到一种爱 第四 第四叫眼诗 就是你的眼神 可以用善意的眼光 让人感觉到温暖 现在的人眼光冷冷的 看见别人 就像看见恶人一样 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 所以第五叫生诗 身体的布施 就是你以自己的行动 去帮助别人 去让别人感受到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爱 第六叫做诗 第六叫做诗 想一想 我们外出乘船 坐公共汽车 将自己的座位 让给别人 也是一种布施 还有房诗 将空出的房子 提供给别人休息 帮助别人 佛陀说 你如果能够做好 这七件布施 好运 一辈子就跟随着你啊 罗伯特是美国 著名的心理学家 有一天 他去乘地铁 当时正值下班 乘车的高峰期 罗伯特看到一个 衣衫褂褂的男子 躺在台阶的中间 可能是昏过去了 闭着眼睛 一动也不动 赶地铁的人们 好像没有看见这个男子一样 匆匆忙忙从边上 走来走去 罗伯特当时感到非常的震惊 于是他停了下来 想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他停下来的时候 很多人也跟着停了下来 很快 这个男子身边就聚集了一小堆的人 有个人去给他买了食物 有个女士去给他买了水 慢慢的还有的人通知了地铁的巡逻员 这个巡逻员又打电话 把救护车找来 几分钟之后 这个男子苏醒了 他一边吃着食物 一边等着救护车 为什么起初 人们对这么一个衣衫蓝绿的男子 生病了 躺在地铁边上 熟视无睹呢 这个罗伯特认为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 人们往往完全处于自身的自我状态 只想着自己 他们忽视了无关信息 也忽视了周围需要帮助的人 然而如果一个人改变了 身边就会有一些人跟着你去改变 身边的一些人改变了 很多人就会更多的改变 更多的人改变了 世界可能就有改变的机会啊 今天一个人关注环保 大家都来关注环保 一个人关心人类的心灵健康 大家都来关注人类的心灵健康 一个人学佛了 大家都来学佛了 大家都慈悲 世界更慈悲 如果大家都呼吁和平 那么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和平 孔老夫子讲 君子有诸以而后求诸人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们自己要有善德 才能要求别人会跟随着你 同样有道德有善德 佛法讲 改变自己比改变别人要容易得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们有一位佛友 这位女士 她学博之后 先生不相信她 觉得她还是过去那种坏脾气 而这位女士 她就坚持着感恩她 然后对她不管说什么话都能包容 不停地能够圆容家里的任何事情 半年下来 先生说 我太太真的变了一个人了 像菩萨一样 那我也要好好的学佛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让自己变得更善良 更慈悲 才会有更多的众生 在这个世界上变得更善良 更慈悲 人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不能太执着 有时候能够放下 就要放下 现在的人太敏感 在工作场所 在家庭里 一句话可以弃上半天 在生活当中和同事之间 感觉到别人都是对自己存有一种嫉妒心 这样让自己身处一个非常尴尬的困境 但是有些人为什么能成功 就是因为他们看得穿想得明白 美国的石油大王 他叫洛克菲勒 他待人经常的难得糊涂 他不喜欢与别人计较 与同事的关系 非常的融洽 很喜欢开玩笑 有一次 他的合伙人叫爱德华贝特福 在南美经营的一笔生意当中失败了 他的公司损失了将近一百万的美元 贝特福 非常的内疚 不知如何跟董事长来解释 他等待的是洛克菲勒的批评 有一天下午 贝特福在路上走着 他看见了洛克菲勒走过来了 和别人在后面边走边谈 贝特福害怕 见到他 于是他加快脚步想离开他 他实在不想与他谈在南非的失败的情况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洛克菲勒 他就在后边叫住了他 他说 哎 老兄 好极了 这个贝特福啊 我们刚才听说 你在南美的事情 这个时候 贝特福心里非常的紧张 他马上就说 这个老板 是这样的啊 我们那的确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而我们只保全了60%的投资 洛克菲勒绝口不提他的失误 而是以精益的口吻说 哎 你这是说哪里的话呀 你犯了什么错呀 没有啊 全靠你处理有方 我们才保撑了这么多60%的投资啊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已经是出乎我们预料之外了 我们都很感激你啊 苗苗的术语是贝特福放下了心理的包袱 也付出了他的感激和忠诚 他们生意越做越大 就是因为贝利布特他相信了他 他才放下包袱和他越做越好 在我们人间交际当中 难免有时会产生摩擦和冲突 对此我们应该包容 难得 要不要惊弱一下 不要惊惊计较 吃点小亏 做点退让的知识 这样会保护你自己 台长跟你们讲 一个人在人间要想成功 学会吃两样东西 第一要学会吃亏 第二要学会吃苦 我们其实有时候糊涂 就是一种心态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假的 你们想一想 菩萨看人间 为什么每一身佛的眼睛 都不是真的大大的 看一看 菩萨的眼睛 永远是七分闭三分开的 因为菩萨看到的这个世界 是虚幻不实的 是一种假象 所以菩萨没有把这个世界 看成是真的 我们人际交往当中 我们要懂得不去怨别人 不要执着 不要去精进计较 这就是佛法中 经常教导我们的 要宽容 要包容 要学会圆容啊 在人际交往当中 如果你的心态好 凡事都能 慈悲 其舍 多一切 原谅 体谅别人 就会多一些 宽容和善缘 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小笑话 有一对夫妻吵架 将近一个礼拜 夫妻不理不睬 但是呢 大家又想跟对方讲话 谁也不愿意 第一个站出来 跟他打招呼 说对不起 那个男的 终于想出一个方法 他在他太太的处里边 拼命地翻衣服 几里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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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积佛城 能够有学佛心态的人 他一定是做一个 非常有意义众生的人 所以能够人做得好的人 这个人就是一个学佛人 台长经常在广播里 给大家回答问题 他们246都打进电话来 有一天我帮这个女儿看婚姻 台长说他女儿婚姻不好 已经吵得一塌糊涂了 要离婚了 而且我还指出他女儿 有流产的孩子 脾气很倔 不听话 当年父母不同意 他非要嫁 现在夫妻两人 一讲话就吵 我给大家听一下这段录音 谢谢大家 我问一下 我女儿老师 85年 2月10号 所留的 能不能看她 她图腾 想看什么讲吗 婚姻 不好 对 我告诉你 很麻烦 吵得了一塌糊涂 要离婚 对对对 清清楚楚的 而且你这个女儿身上有灵性 调过孩子 对对对对 你这女儿脾气 倔得不得了 对对对对 又不听话了 是是 当年要嫁了 也是她死要嫁 你们都不同意 她也要嫁 对对对 卢台湾讲得太对了 我都看得到的 对对对 现在慢慢又吵着嘞 姐姐做 每天108遍 姐姐做 每天108遍 对 他们两个 讲话都不要讲 现在两个人 是的 讲不好了 讲不好了 一讲就吵架 一讲就吵架 对对对 对对对 缘结很深的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卢台湾 谢谢啊 谢谢 中华传统文化讲 一个人 要把自己身体保候好 就是保生法 要截欲戒怒 就是要把欲望少 要呢 戒掉自己发怒的习惯 所以叫截欲戒怒 是保生法 收敛安静 是自家法 如果你要想在家里 把家里安排的 稳稳当当的 不吵不闹 你最好是收敛 和很安静 随缘自然 那是保世法 触世法 不管在这个世界上 碰到什么事情 你都要 触世 都要随缘 无所谓的 没有关系了 然后呢 要自然 就是随缘 那么 为善 修心 那是出世法 如果你想 修出人间烦恼道 你就要 好好的 懂得 要出世 所以一个人 能够懂得 这个四个法 你就是平安通达 这个人 就是很容易 在人间 做了非常的顺利 学佛人 要懂得 要以 数己之心 数人 一个人 能够要原谅别人 要想到 我原谅自己的心 也能够原谅别人 这个人就很安 如果 以责任之心 要责己 经常说别人不好 要想想自己怎么不好 你就会寡过 就是不会做错 很多事情 有很多的母亲 经常发脾气 脸特别难看 身体也不好 有一天 一个小女孩 对着妈妈说 妈妈 你今天很漂亮 妈妈说 为什么 因为妈妈 今天一天没有生气 所以人有时候 好好地控制好 自己的心情 脾气 你就会懂得 慢慢地调节 自己的情绪 要长颤自安 经常忏悔自己的人 心里会平安 我说的对不对啊 要长恨则恶 这个人天天恨别人 恨这个恨他 你就会不 会越变越恶 长宽则善 对别人心胸越来越宽广 你就会越来越善 长思则全 一个人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 然后随缘放下 你就会很安全 小时候 老师告诉我们 我们身体内部 有两个小人 一个叫勤奋的小人 一个叫懒惰的小人 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 他们就会打架 心中两个小人会打架 小时候 勤奋小人 经常把懒惰小人 打得落花流水 初中的时候 我们 他们就打成平手了 等到高中的时候 勤奋小人 把懒惰小人 打 最后是懒惰 占了他的上风 到了大学 突然发现两个小人不打架了 为什么 因为勤奋小人 已经被懒惰小人打死了 所以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人 很容易懒惰 学博不能懒惰 做人不能懒惰 要有毅力和愿力 有愿力是学博人永恒的享受 人的一生 最可怕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没有坚定的信念 和顽强的毅力 和克服自己缺点的决心 有多少人说 我过不了这个坎 我不能做 我做不到 一切都是自己 所以 学佛人 要有慈悲心 看到明天 坚持不懈的念经 顽强的毅力 去度众生 一定会成为 人间的菩萨 在同一座 佛山上 有两块相同的石头 几年之后 它们有不同的结局 一块石头 便被做成了佛像 被很多人来膜拜 还有一块石头 被做成了石阶 就是台阶 被没有人理睬它 这块石头 非常不平衡的说 老兄啊 我们是相同的石头 为什么 我们的命运 会有如此大的不一样 另一块石头就说 哎 你还记得吗 几年前 山里来了一个雕刻家 你害怕 它搁在你身上 一刀一刀的很痛 一刀一刀的很痛 你吃不了这个苦 所以被凿了几下 变成了垫脚石 而我承受的疼痛 终于变成了佛像 吃苦才能成功 所以人家 膜拜我 不是不理睬你 而是你没有吃苦啊 人生的苦难 像一座梯子 对于学佛人来说 它是冲向极乐世界的天堂 对有些人来讲 就是进入地狱的黑暗通道 所以一个人要学会吃苦 不能懒惰 要善待苦难 苦中修行 要正视苦难 是人间成功的境界 人的成功就是在苦难当中 我昨天晚上 在佛友见面会上也说 比尔盖茨 人家问他 你为什么会成功 他说 我的成功 因为我拼命的努力 你怎么会努力的 因为我有需要很多的经验 那么你的经验又是怎么来的 我的经验就是从无数次的失败当中得来的 所以人要吃苦 人要放得下 这样才是一个能够成为我们人间超越人间境界的圣人 很多人拼命的赚钱 一辈子 他忘记了 欲望是无限的 但是他的生命是有限的 在浙江有一个商界的巨父叫王先生 他 妻子在他过世之后 携带19亿存款 改嫁 他的账簿生前的司机 你们可能都知道他 很有钱 他在医院死的之前 跟医生说 医生啊 你们什么药都可以给我用 我用不完的钱呢 我就要这个命 医生啊 我为什么不能留在人间呢 该司机 后来也实实在在 在感受到幸福的时候说 以前我以为自己是为老板打工 没想到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老板一直是在为我打工啊 残酷的事实说明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 那些取之不尽的钱财 更不要丢失我们的智慧和慧根 去换人间的一点点的福报啊 一部高档的手机 百分之七十的功能都是没有用的 一款高价的汽车 百分之七十的速度和功能都是没有用多余的 一座豪华的别墅 百分之七十的面积是空置的 一屋子的衣物 百分之七十是闲置穿不着的 一辈子挣的钱 挣的钱再多 百分之七十 那是留给后人用的 所以人间一辈子多余的贪求 所赚的钱都是遗产啊 不贪求 不执着 随遇而安 能让今天过得平安的人 这个人就是人间福人啊 过去的大诗人白居易 他出任杭州的次史 次史相当于现在一个神长 白居易 在杭州的时候 听说有一位高僧叫鸟科禅师 因为他非常有名 他整天睡觉 是睡在树上面搭的一个窝 草窝 在秦望山上 这位白居易就非常想去拜访这位鸟科禅师 白居易有一天上山去探望这位禅师 白居易望着空中 绑在树上的草舌 很紧张的跟他讲 禅师啊 你住在这里很危险啊 这位禅师不消一顾的说 大人我不危险 我看你倒是很危险啊 白居易说 我深受皇帝的重用 正守江山 有什么危险的 鸟科禅师说 欲望至火燃烧 人生无常 贪得无厌 世界如同火宅 天天在火中煎熬 你陷入这种情势之界 不能自拔 你怎能不危险啊 白居易想 是啊 我正是在京城被贬值 到了杭州的 白居易说 那么禅师 我应该怎么做呢 鸟科禅师说 很简单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白居易说 哈哈 禅师啊 连三岁的孩子都懂这个 这个禅师说 三岁孩儿虽懂道德 八十老翁行不得 白居易听了他的话之后 改变了 改变了态度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要有危机感啊 我们要懂得知义行难 我们人就是在身体好的时候 忘记了终有一天会进医院 我们人就是在富有的时候不懂得积福积德 让自己富有了很快的又变成穷人了 我们人就是因为不懂得珍惜人间所拥有的一切 才会让自己失去一切 很多人的婚姻就是因为不懂得珍惜对方 一旦失去了才感到非常的忧伤 所以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 对自己的家庭如果没有危机感 终有一天会造成麻烦 因为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每天都是不一样的 人老了实际上是新鲜老 所以孔老父子讲 其为人也八分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志讲志 也就是告诉我们 人心里没有老 那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今天学博人心胸宽阔 能包容宇宙空间 让自己的心态变得非常的满足 我们今天还活着 就是比那些拥有了很多 已经离开人间的人要幸福的多呀 33岁的撒他阿勒伯的王子 他什么都有 但是他就是没有命 而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拥有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啊 我们在人间 我们在人间 人虽然很年轻 但是有的人心很难受 心力衰退 经常觉得自己老了 有的老人年事已高 但是精力旺盛 老当一壮 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一种心态 台长告诉你们 你想拥抱人间的青春 你的心态不能老 因为年纪大的人表面上看起来白发苍苍 但是他的眼中光彩独目 脸上的笑容对人处视积极向上 这就是佛经上经常讲的无受者像啊 台长在节目中经常回答大家问题 一位同修用快递邮件寄资料去新加坡的签证 但是快递一直没有收到 结果快递公司找了两天 告诉他已经丢失了 这位同修很难过 因为他想去新加坡见台长 后来他去昆明的飞机上 想到在飞机上念经求菩萨 效果非常好 他就求了菩萨 结果他看见 迷迷糊糊看见师父来了 师父跟他说 你把菩萨都请来了 他一下飞机收到的短信上面就说 快递找到了 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毕竟给师父请啊 首先分享着同修的求菩萨的亲身体验 3月2号 同修母亲将很重要的资料发往上海 包括同修本人以及母亲的所有资料 是为办理 但母亲一同续见师父的新加坡签证手续 时间过去了三天 快递还是没有收到 同修便开始上网查询 结果发现快递从一发出 就从未有过记录 后来客服告知同修 说快递有可能丢失了 到了第二天 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快递员连忙向同修不停的道歉 说快递丢失的可能性极大 同修听到电话 张张就哭了 竟想带老妈去见师父的期望破灭了 同修无奈登上了飞往昆明的寒帮 同修突然想起 师父说的 在飞机上祈求菩萨 生活好 于是同修 迷迷糊糊的按着家里 伯台的顺序 开始祈求 观世音菩萨妈妈 南京菩萨 太祟菩萨 观地菩萨 周川菩萨 观平菩萨 然后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忽然同修迷糊糊中 看见了师父来了 并听见一个非常清晰 非常亲切的声音 说 你把各位菩萨都请来了 同修马上惊醒 等下了飞机 同修打开手机 重新手机的一条信息 显示快递找到了 刚安菩萨妈妈 刚安师父 你们无声无息地 合复着我们 我们真的太惭愧了 这是真的 这些都是真的 谢谢 台长 有时候很喜欢说笑话 让大家在笑声当中 领悟佛法的争议 有一个笑话 在街上卖福利的抽奖券 抽奖券 当场开奖 如果刮出来的奖 印有牲口的图案 牛啊马啊 驴子啊 什么猪啊 凡是应有 你就是中奖了 一个人买出了 买了一张奖券 刮出来一看 是个驴子 一等奖 他大叫 哎呀 我是驴子 我是驴子 边上一个人 驴刮不中 非常生气地 对他说 哎 驴子不要叫了 凡是牲口 都中假的 当人自己成功的时候 人的毛病是 人的毛病是 忘乎所有 当人失败的时候 我们人的毛病又是 迁怒于人 所以学佛的人要寻求心理的平衡 知错能改 就是忏悔 有一年 愚人节 纽约的一家报纸 为了愚弄众人 报道了一则 马克图温去世的消息 于是吊咽的人 纷纷地走下 涌向了马克图温的家里 当人们看到出来的 竟是马克图温来接待他们的时候 他们又惊讶又生气 纷纷地谴责那家报纸 对马克图温的这种打不敬的行为 马克图温却没有发火 而是非常幽默地说 报纸报道我死了 那是千真万确的 他没有错 只是日期提早了一点 自己做得对 别人说你不对 你也要忏悔 这就叫修行 自己做得对了 什么事情要忍耐 别人嫉妒你 骂你 你也要请别人原谅 因为这也是我们过去身中 阶下的恶缘 所以经常忏悔自己 你已经是在修行当中了 台长经常跟别人讲 我们违背因果 那就是在害自己 我们要进化心灵 在人间容易走的路都是下坡路 在人间想成功的路都是很难 艰难的往上走的 所以努力学博向上 看破人间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人最珍贵的道德品格 不是由你的财富来决定的 而是由你一颗慈悲的心所铸造的 有一个人 一个笑话 有一个人在网上写道 我终于忍不住要公布出来 其实我昨天彩票中了一千万 也许其他人会用这些钱去买车 买房去投资 但我不会这么物质 我只想用这笔钱来治愈我的妄想症 假的了 没有种了 它想出来的了 所以很多人的困扰都是想出来的 所以虚幻世界 当我们哪一天醒过来 我们已经在医院里了 当我们哪一天醒过来 可能我们在地狱 也有可能我们在天堂了 所以珍惜今天所拥有的 好好的自己珍惜自己一切 你今天珍惜你拥有的家庭 你的家庭就存在 你不珍惜你的太太 你的太太可能就没了 你今天不珍惜你的牙齿 你的牙齿很快就没了 你今天不珍惜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可能很快就没了 所以要抛弃人生 一切的妄想 人到无求品质高 成功那是属于善良的人的 活出人的真正的价值来 智慧的人 放得下 看得开 想得明白 过得自在 一个人如果想通了 什么都无所谓 内心通达 这就是佛学当中讲的 我们想通 放下 这就叫开悟 最后 在今天 最后 台长还是要讲一个笑话 给大家听听 希望大家捧一捧场 听完之后热烈鼓掌 有一位女子 请来一位道士 她说 大师啊 最近啊 我实在困扰啊 在我们家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先是我上楼梯 那个木头楼梯啊 居然哗他一下碎了 后来 我又坐到椅子上 没想到椅子又哗他一下 又断了脚 最恐怖的是 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她的床竟然也塌了 请大师救救我 我好害怕 这个道士听吧 掏出桃木剑 舞动一番 剑指这个女的 跟她说 你该减肥了 人总是从别人身上 或物质上 找理由 来掩盖自己的缺点 这就是缺乏智慧的象征 这次能够到西班牙来红发 台长非常的高兴 希望我们放下 世间的明和力 我们人的一生 就是犹如一辆列车 从我们生出的十八点 开到我们人生的终点 上上下下 很多的人只能陪伴你一层 请大家要珍惜任何人 陪伴你这一层的 珍惜他们吧 因为没有一个人会从头 陪伴你到底的 珍惜所有在人生当中 陪伴你走过路程的一种善缘 好好的珍惜善缘 就是珍惜佛缘 好好的做人 能够把人做得像菩萨一样 你一定在人间畅通无主 我们好好的学佛做人 我们一定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个社会变得更和谐 这个家庭会变得更圆满 我们人才会变得更充实 谢谢大家